周四六月二日 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 孩子们身穿橙色的枪支暴力意识T恤 高喊不要开枪我要长大 法庭创意中心协调员伊恩斯托尔特表示 社区能力发展协调员德米特里厄斯西米连表示 西米连还要求对布赖克布让社区进行投资 纽约市市长艾里克亚当斯随后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宣布 他将组建一个特别的工作组 以解决该市因一连串暴力犯罪而不断上升的枪支暴力问题